轎车被客运从后方追撞后 整台车辆起火延烧到客运车头 轿车驾驶慌乱逃出 但同车女乘客和客运驾驶来不及逃生 双双丧生火箍 起火的轿车和客运在国道上追撞 当时客运还坐了21名乘客 要到桃园机场准备出国 发生车祸后惊险逃出 这也是国道一号北上苗栗投入路段 初一凌晨快五点发生六车连环车祸 一开始是一台轿车 先自撞护栏 后方车辆闪避不及追撞上去 接着客运又和另外一台轿车 碰撞起火 客运驾驶和轿车的女乘客 来不及逃生被火烧死 至于第一台车为什么会自撞 驾驶说自己恍神 是恍神 恍神 是恍神自撞 自撞 你自撞护栏 后面车子再撞上来 我听说是酒驾 然后自己撞到 然后我们后面追撞 警方对女驾驶坐酒册 发现她果然酒册值超标 警方事后统计 这场车会一共造成二死酒伤 在送医的八个人之中 还有一个孕妇骨盆破裂 另外受伤的还有客运内要出国的乘客 原本是想要在过年开心出游 却碰上有人酒驾开车造势 因此受伤出不了国 我是新闻无量新闻中 乌绍青 苗栗报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